做设计者的事情,其实就很简单了 这样的人就比较可以待得住 他再也不用说,他随时要解决 超过他能力范围之内的问题 这里的话,我们来看一下 再来就是说,这个地方销量的部分 我们定义一个范围 再来的话,接下来一样,在这地方给他一个什么呢 VLOOKER,最近使用过的也可以,VLOOKER按确定 然后呢,VALUE是这个值 他在某一个Table Array,按一个F3 F3有个销量,二按确定 那这个销量就等于这个方法,特别是不要把栏位名称选进来 再来的话,COL 其实就是colum,colum就是栏的意思 地起栏的意思,那因为我们有1,2,3栏 那我要的资料,特别是说 我要提存率是在第3栏,所以这边给3 再来的话,这个RANGE部分的话 给多少呢 要接近1,OK,按一个确定 这样就搞定 OK 那底下的话,这个部分也是一样的 也是蛮简单的,我们把它做一遍 那这个部分也是一样 请你把它定义一下 一样把它定义一下名称 那这个地方的话,给产品 这个地方,或者给产品2 当然最尽量还是给一个比较明确的定义 会比较 清楚 OK,那路库数量的话,一样 这个部分,VLUKALN数 那 我们要的是CZ 那其实CZ如果这个地方,其实给1或给0,其实都可以找得出来 所以LUKALNV在这 要查的值 Tableray,按一个F3 我们有一个叫做产品 应该是产品2 然后COLN,我们要找的是入库数量2 对不对 那这里的话,其实你给1可以 也会查到,那你给0可不可以呢? 其实也可以 因为这个地方,CZ2 只有一个,OK,按确定 所以你给0或给1都可以 那另外一个部分的话 你可以把公式复制起来 然后取消一下 再把单价部分怎么样呢?把它贴上去 然后只要改哪个地方呢? 改这个地方 单价应该是改3 按一个打勾就可以了 特别是第三篮 打勾就完成了 好吧,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